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缅甸的局势现在引起了各个国的关注 果敢的同盟军猛攻蜡树 现在咱们讲过蜡树实际就是 它进入平原地带的最后一个关口了 缅甸可能在蜡树正在崩溃 这个事还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周边的缅甸原本是一个 没有实现正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宗教长期来是内战 中国推动的昆明和平协议 一直是被视为缅甸能够走向和平的 一个重要的方案 但是缅军政府在战场上表现拉胯 现在看到6月份局势发生重大转折 尤其是果敢同盟军首先指出缅军违反协议 然后使用无人机和战机对德昂军防区进攻击 冲突就由此重新开始了 果敢同盟军是迅速反击 而且开始进攻蜡树 去年咱们专门谈过好几期的缅甸 蜡树这个点位咱们专门介绍过 这个点位实际就是在古往西就是平原地带了 实际就是 等于是政府军控制核心区了 7月23号 蜡树缅军全线溃败 主要营地失守 蜡军一个营投降了 国敢同盟军似乎是要即将解放蜡树了 两天以后 国敢同盟军已经是把其查到了蜡树东北军区司令部了 就可以看整个蜡树县 缅军司令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7月26号 同盟军接连拿下蜡树的市政厅 警察局 蜡树宾馆等等 但是缅甸政府是拒绝成蜡树一被攻占了 这个点位还有一个点 还有个重要信息是什么呢 是它是未来中缅 尤其中国到印度洋重要的一个中间转 这个中转 这个事重要性在于 缅军政府可能 因为这次失败会发生重大政局变化 果敢首先他野心大了 他已经拿下蜡树了 再往下就平原了 在缅北可能要建立一个华人自治区 咱们注意 如果咱们说蜡树就相当于山海关 守住以后东北自治可以 那么蜡树重要性这里边 是首先北部的重要战略要冲 这是咱们之前谈过 他往北全部山区 所以人家搞革命可以 往南就平原地带 进口攻退口手 所以中缅的贸易通道 关键枢纽就在蜡树 命运关乎整个地区未来 所以蜡树是一个80万华人的一个城市 面积是国干两倍 作为曼德勒蜡树铁路的终点站 和滇缅公路的起点 蜡树一直是连接中国缅年的重要基点 80万华人 蜡树你看中缅的油气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这 蜡树是有控权的 对于任何一方来说 谁控制蜡树谁就获得这个钱了 这是战略意义 说明什么国干要把中央给赶走了 当前情况就表明国干同盟军的蜡树 整个攻势是一个精心策略的军事行动 这个行动能成功 他们目的可能不仅仅是蜡树 可能是要拿曼德勒 拿大吉利 如果真的是拿曼德勒 这个地区历史都是属于华夏区 就是华人区 中华区 中华区华人在当地有的是非常厚的根基 具备建立华人特区条件 注意 在缅甸你会 在讲汉语 对中国人肯定是 这是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 这个区域是讲汉语的 你可以像明朝是皇帝跑到这来 南明皇帝 这个背景就是缅甸媒体近日密集报道 蜡树现在战事非常悲观的一个进展 包括讲缅军自重营第41-552-507-912-68 这一营全线失守 非常悲观 而且缅甸东北军区参谋长 丹金温上校 蜡树县西南 一个41营阵地阵亡了 说成为蜡树 缅军守卫阵亡高级将领 这个丹金温上校 此前是被认为是导致国外同盟军受阻的一个 关键人物 而缅军所有的战时指挥权 都归于 刚到底叫 苏莱 是不是叫 俊莱还是苏莱 准将 情况就有可能只会进入恶化 所以现在国外同盟军 现在充分展现了自信 而且未来目标可能是 现在据说国外同盟军在蜡树周边激战 同时发布了蜡树禁令 强调各部队要严格执行战场几率 取证几率 这已经是在做统治区域准备了 说禁令包括八项要求 包括战后安排 保护设施 安抚难民 救治伤员 维护治安 这表明国外同盟军对战取得胜利是完全受网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连这个曼德勒 这个蜡树都拿下以后 那基本上北部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一个华人区了 华人国家 叫什么 就是顿捷斯克 乌卡顿捷斯克 咱们唯一能理解的就是这 那如果他要加入中国怎么办 中国肯定也不让他加入 中国会什么 中国可能是让他自治 那这个里边 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就未来要建国了 那国外同盟军能够在蜡树周边取得胜利 他真能建一个华人特区的 华人国 但是这个里边的面积非常广 而且历史上又是华人背景 完全可以 民众也支持 当地都是华人 所以华人建立的华人特区 首先你得面临什么 面临就是谁承认 首先蜡树与骨杆 吐斯控制区历史上没有直接的行政同属的关系 蜡树周边的其他华人区 虽然都有骨杆同情 有同情 但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就是他们领导人 他们也分帮派 但就说许多华人和缅族 或者缅甸融合交通论 习惯是缅甸的国家经济生活 所以你要突然间控制他 可能他们不习惯 所以蜡树的局势非常复杂 就是你怎么控制这么复杂的局势 德昂 北边南边的 克钦 包括瓦邦 这些武装 全都是在这个区域 东南西北存在 这个时候蜡树的控制权 各方争夺焦点 国安同心拿下了 国安同心能不能在刚才讲的这些各地方武装中 能否说服这些力量 配合他们拿下蜡树 然后再分蛋糕 这是个难题 国安同心有没有能力分 让他们跟他一起分 国安同心下一盘棋其实是什么 攻占蜡树对当地华裔群体是有利 但是如果经营不善 或者是实力不够 没有足够实力 那么也可能就给华裔带来灾难 就是人家缅族人一旦看你 当年五湖乱华 燃敏对吧 这个石敏 后来改姓叫燃敏 这个燃敏 如果他杀狐嘛 杀狐令一出 当地的狐人就没了 其实你可以想想 当地的缅族人一发现 华人现在突然间崛起了 那这时候会不会当地的华人也会被产生这种矛盾 带来灾害呢 对吧 如果你真的是国安同心有这个能力控制 那就镇压他们吧 免党人 但是你没这个能力 是不是给当地华人就带来麻烦了 人为你就是一族啊 所以有可能华裔带来灾难 所以这是个大赌博 我现在就提醒在缅甸华人 你现在就是在赌博 我觉得还是管而告之吧 别等那一天了 赶快逃 蜡树之战呢 就是赌博行动 你出来了 你能赌国安同心 还是赌这个政府军吗 我觉得你赌谁 这个事一定得打一仗 其实关乎缅甸 整个地区民族命运 整个地区政治博弈稳定 如果缅军政府失败 那么国安同心呢 可能就是彻底的建立一个汉人政权了 在这个区域 这也相当辉煌啊 反之如果国安同心失败 那么缅军回复起来要报复这些少人民族 那么少人民族啊 这些武装一定会出现分裂的 报复吗 那一定是 你报复他别报复我啊 对吧 一定会出现这种 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 缅北好容易的 有国干同盟军 创造这种团结局势 这局势却没了 追究起来呢 其实还是啊 还是要保证你的硬实力 这是考验什么 考验骨感 这批汉人啊 在这个缅甸啊 我觉得这就是 这生死一战啊 蜡树啊 包括曼德勒这生死一战啊 这种团结构